文章来源 中国基金报 退休7年 北京银行首任董事长被查 北京银行原董事长严冰竹已被查 3月1日 北京政府网发布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3届几率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其中提到拓展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广度 逐利查处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影响大的典型案件 是 区两级纪委监委立案局处级一把手151人 严肃查处徐和义 严冰竹 郑志勇 赵长山等市管政局及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这个消息说明一件事 北京银行原董事长严冰竹已经被查 去年8月 严冰竹失联消息传出 半年之后 这是官方首次明确他已被严肃查处 公开资料显示 严冰竹1953年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经济师 严冰竹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记录银行工作 从人民银行到中国工商银行 从基层会计出纳到营业部总经理 分行总集合 1995年 北京90家城市信用社开始改制 受北京市政府的委派 时任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总集合的严冰竹 担任合作银行筹建负责人 1996年 严冰竹临危受命 组建北京银行 从此执掌北京银行达20年 严冰竹曾表示 北京银行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 北京银行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融入了我全部的智慧和心血 2017年2月15日 北京银行发布公告 正式宣布严冰竹卸任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北京银行当时的公告显示 严冰竹自1996年参与组建北京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 2002年至今 担任北京银行董事长 是北京银行发展的创业者 领军者 在他的带领下 北京银行短短20年间 表内外总资产从200多亿元增长到近3万亿元 增长了150倍 净资产从10亿元增长到近1500亿元 增长了150倍 全球排名在10年间提升了近500位 位居全球千家大银行第77位 此前 严冰竹曾坦言自己所在的中小型银行是一个弱势群体 是出身不好的群体 2015年的时候 严冰竹表示 银行抓损款 要请人吃饭 唱歌 放贷款时 企业会告诉银行 已经找到了八家银行 谁的利率低就从谁家贷款 和大企业相比 银行的确是弱势群体